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周智洋 我是LA Fitness的教练 现在是Underama的跑步教练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越野跑多的业余运动员 我希望将一个新的讯息 健身和跑步很多人都觉得不可以并存 怎样可以让健身的样子帮助你跑步 令到你不要那么容易受伤 这个概念告诉大家 其实这几年的时间多了很多健身 将三个东西合在一起 将重量训练 以及将功能训练 或是一些组织的概念 拉在一起去做 很多同行都做得很出色 只不过当时我们在2018年 2019年开始了我们的LA Fitness 我认为我们也算是接近第一间健身去做这件事 你刚才说的跑步和健身不可并存 我们的老鬼 以前的师傅 那时候要叫师傅 不能叫教练 就是说 你练健身就不要跑步了 一跑就什么都没有了 是否这样呢 其实我有三个教练 是我的人生啟蒙教练 分别就是我健身的教练 我叫姚生 他是香港健美总会的总裁判 他当时教我 就说Anthony 你要健美的话 你就要怎么做 我经过一段时间 学了他的东西 然后学了一套方法 但是发现健美的路线 真的不是很饿 然后我就转去越野跑 越野跑 我就遇到我的启蒙教练 叫Thomas Robinson 就是Thomas一个英国人 当时他是四径的肌肉保持者 在认识他的途中 我们一起练习 一起升 发现原来香港跑得这么快的选手 越野跑跑手 带给我们 不是说他要追逐掌行 他反而是教我 要享受大自然 要跟大自然一体 奖项只不过是一套奖 你不享受这个过程 你会失去很多东西 因为我当时 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很小 二十多岁 帮他拿水 对 他不用 我带几粒水 他带一至五百米 就跑了差不多五十公里 他就分享了很多 有关跑步的知识 或者如何补给等等 尤其是越长的比赛 他说保级或者如何部署自己的饮食 都非常重要 在这方面他教了很多东西 还有在训练上 在跑步 说路跑来说 跑姿就非常重要 现在我的教练就是苏海南 他就教了一个叫苏式跑姿 苏式跑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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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式跑 没有什么 是吧 你这么低门压的东西 需要学习 但当你越想追求一个不受伤 或者一个更加有经济效果 或者是跑得快的时候 究竟如何做得更好 反而你学习一些技巧 会帮助你更多去向前 最后就是这三件事 混合了之后发现 原来我们要运用自己身体的不同的肌肉 其实透过体能的训练 透过神经去建立一个良好的传递 会帮助你防止你受伤 和可以再增强你的运动表现 所以我就开始了我们这一条的运动之路 这个我又不用运动之路 你的生活模式 对啊 你很享受你的生活模式 因为我就是知道 你要是练大胜 要是练心肺功能 两样东西是否可以共存 而互相帮助 其实两样东西对我来说是可以共存 因为训练模式 我们讲一个肌肉速 然后讲肌肥大 或者讲神经召集的能力 可能讲三个系统 一个有氧系统 轮酸系统 ATV系统 这三个无氧系统 是否同一时间可以训练到呢 是的 在开始的过程当中 去不同阶段的kick in 是有的 但是譬如说 我想靓的时候 我会不会做多些time under pressure 的东西 可能我做一个推胸的时候 我会控制多些的节奏 令到肌肉受压的时间长些 但是你对一个跑步的跑手 他会跟你说 喂 你有个胸 即是阻止你跑步 食肤 是的 有个背 即是有对翼阻止你跑 但是我认为 你要有适当的训练 因为跑步是一个全身的运动 你上身的稳定性 很多 当然很精英的选手 没有这些问题 但是大部分人 可能第一次去挑战一个全马 或者挑战一个半马 你会看到去到过完西岁之后 就开始头哒哒 眼淋淋了 看到黄金都不吃汁 然后就可以看背 摆手等等 譬如说我们有一个概念 路跑的时候要stay tour 令到重心拉高一点 向前跑的向前性就强很多 那这些问题 是不是要加强胸 或者训练少少背 会可以帮助到你改善这些问题 那这个问题 就是我想带给大家思考一下的位置 你不一定要做得很重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参与 有训练这些动作 会帮助到你改善 如果我这样听你说 其实如果我是一个 就是叫做以为有对跑鞋 那自己每天下街训练 就已经可以达到某些水平了 那原来呢 这样走是 走很多冤枉路的 就是可能 原来我可以在做健身的时候 注意多一些 跑步没用的肌肉 是有帮助的 是不是这么说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那我一开始是一个 很不听人说话的人 看得出 是 为什么不听人说呢 就是说 你走过的路 不代表我要跟你走一模一样的路 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创出一条 我自己全新的路径呢 但是 原来 有时候 我监古之今 人家经历了一些 人家撞过的板 然后告诉你不要撞板 你会兜了很多愿望 例如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好 我一开始 我在街上跑步 其实街边有很多人跑步 个个都是这样跑 我一样跟着他跑就可以了 但是 出到来 最后就是 为什么我回到家 小腿很紧 膝口又痛 路跑也好些 但是跑山后 膝口痛了几天 ITB又痛 脚板又起水坡 然后捉底筋膜 鹽巴巴巴巴 九百多样东西 慢慢你 可以透过长年累月的认知 或者认识多些朋友 分享多些 有关的知识给你听 发现原来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会是 有很多 专业知识 或者相对 常要再加强的地方 去为自己增值 知识上 譬如说 营养补给 认识训练技术 或者一些技巧 譬如说 下山怎样可以轻松一些 或者上山 其实你用一个 A方法 或者B方法 去对比的话 其实出来的节奏 或者出来的速度 已经差很远了 所以 一个教练就告诉你 我去经历了一些事情 然后叫你避免去做一些事情 令到你的 performance更好 好 我的理解 你刚才说完 已经好像兜棍拍醒了我 因为过往 其实 我自己 或者其他不 ост不一样 都遇到你刚才讲问题 当时我们说 对 天生的没有办法 清楚 妈妈生我出来就这样 很识坏了 这样讲完 人家天生的 我没办法 我尽力了 不过 妈妈生我出来 是那么容易 出根底什麽什麽炎那些 其實都不關事 原來其實是可以透過一些正確的訓練方法 而沒有這些問題存在 是 我同意是可以透過 就不關媽媽的 媽媽就不要經常拿媽媽出來說 其實我覺得很多問題就是 譬如說剛剛提及那個觸底筋膜炎的問題 我都有曾經遇過的 我面對的方法是怎麽呢 當然是去看醫生 看看我的骨頭有沒有問題 然後再去做物理治療 衝擊波、針灸、電療等等 當然最好的結果就是 沒有了這件事 但很多人其實沒有去正視這個問題 導致一直變成 我休息了一段時間 然後再跑 揮之不去 是呀 跑法又痛了 不要介意我這麽說 可能是一個治標、治本的情況 又說回不要賴媽媽 很多事情其實 環境就不會改變 好像物理好徑 一個人都是這樣跑的 但為什麽人家跑完 五雙你跑完就五六七雙 那有時我很喜歡拋一些問題給他想 那如果你想改善的話 那你會怎麽做呢 那這個就是我想帶出的位置 那其實有很多叫做 你會把自己治身或某些藥項 是可以透過健身去加速改善 是否這樣說 我認同的 譬如說又是我自己為例子 其實我一開始 我左右腳的步幅是不平衡的 是 譬如說我的左腳是因為肌肉少一些 導致到我左腳踏的話 是會 步頻會短一些 導致到節奏有些不同 那透過一些單腳的公步 然後透過一些深蹲 或者做Leg Press的時候 做一些Single Leg Leg Press的時候 增強我的左腳的肌肉 慢慢跑步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到 其實會改善到那個問題 這個問題也有很多跑手都存在 那我們經常形容就是 你等於車左輪右輪 一邊打60磅氣 一邊打100磅氣 那你長期走就一定 那些輪胎都蝕的都不同 類似這樣是不是 同意的 那再講深入一點 剛剛說 究竟打氣的情況 我覺得你用輪胎的話 即是對鞋子的問題 反過來這樣說 我練到很重 那是否代表我跑步就會快呢 那我又不認同 你可以拉到200的硬拉 200公斤的硬拉 或者你拿壓力 所以撐到400公斤 就代表你跑得快 我只是覺得 你力量很大 那你會不會代表不受傷呢 那我又覺得 這個時候你就要加一些 實質技巧訓練進去 如果我聽起來 就是說我去健身那些 其實如果我不是純粹為了練健身 而是為了可能作為一個 要幫到其他運動的 例如跑步那些 其實就真的很需要一個 具備不同運動知識的教練 是不是 我又怎樣這樣說 我認為我自己的優勢在哪裏呢 就是我每件事都專注上面 就是我做好這幾件事 我會將它加上自己的經驗 譬如說 有個動作 正常的健美人士會是A到B point 這樣做 我發現 不是喔 對跑步來說 A到B point 其實整個Range of Motion 未必我們用得完 我只是用A到1.5 然後出來的效果反而是可以幫到他們的手 例如有一個 我也挺欣賞的澳洲跑手叫做Fred 本身他又是吃煙 很帥的 一邊跑一邊吃煙 那個吃煙的 別管別人跑到接近330的時間 他的心肺都不差 我看到他有一個改變 他說他聲稱跑這麼多年 一個精英怕心很受傷 我開始看看他做的事 和我做的事有什麼不同 然後好像少林子一樣 你永遠就是要不停向前 去學習更多的知識 去幫助自己 幫助你的學生去進步 是的 OK 我們旁邊的聽眾 聽完一輪的經驗 或者知識的分享 我想我們很快定位 原來我們周智陽教練 我們這位跑步和健身的教練 都是一位很記思考型的教練 非常之思考型 所以你進步得這麼快 我覺得我的進步是來自於我身邊有一些好的伙伴 好的 賤賀你 或者他侮辱你 他侮辱你 你就會快一點 我不是那些教練有兩種類型的 我覺得一種是比較強勢的 然後就說這個什麼做不好 那個做不好 沒有什麼用的 我是屬於多一些鼓勵型的教練 即是湯好 蘇Sir好 或者姚生好 這三個人 我看到他們成功的特質在哪裏 就是他們願意將自己成功的方法去分享給別人 去幫助更多的人 他們覺得教識了你不是說 你是我的徒弟 然後我有十招教你九招 然後你自己的招就慢慢誤出去 其實我自己在開創業頭幾年的時間 都有一些教練跟我一起去做事 那些教練現在自己自立門戶 我覺得我不是會覺得 他又搶我飯碗 然後大家競爭 我反而覺得別人做得好 比我走得更遠的話 去想到我想不到的東西 反而我覺得是我要再向前的時候 不可以去顧布自封 這個情況就是一些 我可能會觀察到一些比較前輩的教練 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可能我是你的教練 言役 我是你的教練 你比我快 我就看你不順眼 我水里不知道要做什麼 當然這個是虛構的故事 如有類同的實屬巧合 反而就是這樣說 其實就好像 有時你贏 有時我贏 大家才會進步 同意的 有一條片我看了 這條片應該吸引很多人看 你這個題目就叫人魚線是如何煉成的 是 這個很適合很多 坊間不是怎樣運動 又想出現一條腰圍 人魚線這麼型 這麼吸引 穿衣服都可以突個肚臍出來 我看你有很多動作 就是這條片都很清晰 就不止五個動作教人做 但裏面有一件事 我覺得你沒有很深入講的 這個才是重點 就是飲食 是 那我覺得做健身和飲食 就算你跑步好 其實全部都是橫橫相扣的 就算休息都是 究竟一條人魚線是否跟著這條片 每天做 做不到 做夠一年就有 我覺得你一定的腹肌是有進步的 你肯定會比其他沒有做的人更加強 但是是否達到一個理想的效果 這個飲食上如何配合呢 譬如說其實我教我的學生 我叫他想一個正確的概念就可以了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餐餐吃八肢戀人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八燒雞胸 然後白西蘭花 然後白飯 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不會強迫別人去做 我只是跟他說三個概念 低油、低鹽、低糖 你要吃的比例是怎樣呢 就是三份的蛋白質 兩份的碳水、一份的脂肪 這樣去進行飲食 我不是每天陪伴你身邊的 你不是每分每秒跟我說 教練這個能不能吃嗎 教練那個能不能吃嗎 這樣你自己會給你一個加鎖 而且你也不會吃得開心 跟他說其實你想想如果你喝東西的時候 我不喝珍珠奶茶 不喝全糖的汽水 沒有糖的汽水 一樣這麼快樂的 然後你吃東西的時候 那間餐廳全部都是乾炒牛河 和牛腩河 你選哪一個呢 當然好吃當然選乾炒牛河 但是如果你健康的時候 選牛腩河會不會好一點呢 這個你自己 有時候我覺得教育這件事 或者去幫助學生 人始終是一個好不可控的東西 反而我覺得給它一個對的概念 你再去自己透過自己思考去選擇的話 出來的效果會好一點 因為每個人飲食方法不同 我喜歡喝奶茶 你喜歡喝淨啡 因為我喜歡喝奶茶 我就一定要逼你喝奶茶 我覺得不是這樣 除非第二個情況就是 你是玩健美的 健美就一定要跟著大日是怎樣的 但是就算你玩健美也好 有些人對某些碳水是敏感一點的 有些人對這個反應是沒有那麼水腫的 這些都是要慢慢自己嘗試的 所以我不認為一個餐單就可以適合全世界用 OK 如果要保持 就是叫做收身開始 飲食是很重要的 同意 而如果當你收身的時候 再加上你的動作 那人如善是一定出現的 這個我就不敢寫包單的 因為一本數學書都教出不同的理解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教學影片可以幫助到更多人 去開始做運動 或者建立一個健康的生活態度 或者習慣 理解 我們一直這樣聽下去 Anthony也很謙虛地分享了你的經歷 如果大家再想深入認識多些 怎樣找到你 其實我在觀塘有自己的健康 叫做LA Fitness 大家可以上我IGA.CCY6 或者我們公司的IG LA FitnessHong Kong 可以找到我們 OK 然後再和你請教一下 人魚線怎樣連出來 我絕對歡迎 我們多謝Anthony 周智陽教練 尤其是你是很特別的 是做跑步和健身教練 就過來跟我們分享你的經歷 多謝邱鷹邀請我上你們的節目 又很開心可以和大家分享我個人的經歷 有些甚麼金句給我們 其實我有一句金句我好喜歡 即是作為一個教練好 我有八個大字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這一句說話是出自哪裏的呢 是出自王家衛的一代宗師 結問一代宗師教過很多兒孫滿頭 見自己 見天地 見眾生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只是停留在見自己的階段 不停在了解自己 究竟可以做到甚麼 當你見天地出去比賽 知道原來你的能力 你以為自己很圓滿的時候 這個世界還有很大 最後你將你學習到的東西 給不同的學生見眾生 我就是最欣賞一些教練 可以做到這三個境界 而且是功德圓滿的 這個就是我人生最終的目標 這個人生目標 原來看一部電影就知道了 大家可以看一部電影 我覺得他真的拍得不錯 多謝你上來分享 OK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